101跨年煙火 散乱奪目的101跨年煙火 每年湧入50萬人 帶來十億商機 但這被CNN評選為 全球十大跨年煙火 有可能成為歷史 101附近的高樓越蓋越多 因此為了安城考量 有考慮今年釋放跨年煙火 會是最後一次 當中傳出距離101最近的新大樓 就是什麼二館 正在進行實踐工程的 南山仁壽大樓 預計明年完工地上45層樓 高達272公尺 跟101距離太近放煙火 有安全疑慮 不過南山仁壽董事長 杜英宗否認 這個其實沒有安全的問題 是超過100公尺的 我們量過了 但秉除距離因素 其實還卡在這幾年贊助商南巡 以及建築燈光更新 也讓101考慮將煙火 改為燈光壽 雖然目前還沒有定案 但今年的跨年 將施奉6萬發煙火 除了平台還會在建築避面施奉 不僅更加密集 總計238秒 還會是101歷年最長跨年秀 燈光改善 應該有助於明年我們的燈光板善會很漂亮 那如果說它的成效不錯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考慮減少煙火的比例 或甚至不用煙火 換年煙火是不是最後一次引發話題 就連現任董事長宋文綺 也決定在任期結束後 下個月6號離開 將在三天內召開臨時股東會 選出下任董事長 台灣最高樓101的一舉一動 都成為各界關注 記者劉亮亨 謝維宜 台北報導